现在我们的社会问题 不是局部啊 全世界 人的念头是什么 您不妨去调查调查 你去问问人 你每天想什么 一百个人可能有九十九个人都是想法财 这些调查就出来了 你看他想什么 你是想自利呀还是利他 可能个个都是自利 没有想到利他的 这个念头不真 正念要想别人 不要想自己 这叫正念 可是今天这个社会上正念很少 邪念很多 人存的是什么心啊 贪嗔痴慢意 贪心 诚惠心 愚痴心 傲慢心 怀疑的心 这在佛法里叫做五毒 心里头有五毒 再加上情绪 有了问题 情绪是什么呢 怨恨恨恼怒反 一调查就知道了 十之八九啊 都是啊 他造些什么呢 杀盗盈望 都干些这些 这是带给自己 夜深痛苦 带给社会的混乱 带给居住的地球 许许多多灾难 都从这来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你要想正念 头一个就把邪念断掉 第一个邪念是什么呢 执着身生活的错落 身不生活 我们不要被他欺骗了 处处都为这个身作响 我们就是被他欺骗了 他不守护 我为他造一些罪业 不值得了 说实在话 这决定不应该的 为什么说身不是我呢 主要晓得 佛家讲我的定义 有两个最重要的意思 第一个是主宰的意思 第二个是自在的意思 我们这个身能做得了主宰吗 这是个生灭法 从生到死 这是一个阶段 这件是大的阶段 小的阶段 你一定要晓得 这生每一天死一次 晚上睡觉睡着了 不等于死了 人命无常 活到一百岁 也是一坦纸 一刹那了 我学到 活到八十六岁 想到六岁的那个时候 就像在昨天一样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所以人到七劳八十之后 就感觉到 时间过得太快了 一百年真的是一刹那了 一百年算是长熟了 长熟有什么好处 多受几天罪 多造几天业 不是干这个吗 还不如短命 短命说 少受罪 少造业 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 对那个短命的人 我就很羡慕 我给他祝福 相信了 我造的业比他多 我受的罪比他多 将来我堕落的时候 比他还苦 人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义 如果没有遇到佛法 毫无意义可言 遇到佛法 这才真的晓得 人生难得了 佛法难闻 特别是尽重 遇到这个法门 这一生可以去做佛去 可以来生不生不死 不老不衰 这个太好了 太难得了 能不能做到 真能做到 这一点都不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